工程的机械没电没胖 三月份就要开电阶森议会 电阶看起来是的条件 还有国际上有的价值很贵 就是怕油漆电如果漆 实在动不掉 用电用上去的工程会 就先出来欢迎 就是意识它的涨价的部分 现在是两块八两块九 你超过三块都不应该了 如果台湾电价上了台积电 要不要在台湾生产都是一个问题 电阶对象是中国跟韩国 我们应该比中国跟韩国电价要有竞争力 应该跟马来西亚跟印尼的电价 也要比较看看 海电的亏损 国际能源价格已经跌回来 这个无二战争之前 但是还是亏了两千亿 跟这个能源转型有关 汇合嘛 除非政策改变 不然这个调整是没有办法避免 这个去年的亏损来讲的话 台电必须调整的幅度是25%到30% 目前的电边均一泵3.11元 民生用电是2.25元 三月用电3.3元 另外专家认为说 没法度一次去到够 但是因为缺电 所以说电灰机 没去好像不行的 民事新闻总合报道